梁州词 在唐朝 九楼是赛诗的重要场所 高氏 王昌龄 王之焕 却曾在齐亭九楼里赛过诗 四位歌手登场 要演唱诗人的诗作了 第一位上台 唱的是王昌龄的诗 王昌龄十分兴奋 接着第二位上台 刚一开口 高氏一听 是自己的 也激动万分 第三位上台 仔细一听 居然又是王昌龄 王之焕着急了 比数量铁定没戏了 不如换个方法 于是他站起来当众表态 最后登场的 才是压轴的 最厉害的 他唱谁的诗 谁才算赢 果然 压轴的 就是王之焕的得意之作 梁州词 梁州词 是唐朝著名的军乐曲调 这首诗 写的就是战场上 两军对峙的情形 连日打仗 大家筋疲力尽 却依然难分胜负 而朝廷 却迟迟不派援军来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疲惫的王之焕 望着辽阔的边塞 眼睛突然一亮 看到了黄河远上白云间 黄河远远流淌 直飞入白云顶端 遥望黄河 疲惫的王之焕 似乎振奋起来了 可再往眼前一瞧 一片孤城 万刃山 刃是长度单位 万刃形容极高无比 整句诗就是我们 孤零零的小城 被极高的群山包围住了 黄河在自由奔腾 而孤城里的自己呢 却被群山围困 王之焕的眼睛里 不禁又蒙上了一层忧伤 再接着 有音乐声响起 王之焕一听 却更加哀伤 枪笛何须愿扬流 春风不渡玉门关 大家何必用枪笛 吹奏这么哀怨的折流曲呢 春风是不会渡过玉门关 来到这儿的呀 这两句诗 哀怨的有些费解 阳柳指的是 中原流行的颂别曲 折阳柳 而枪笛则是 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 用他乡的乐器 唱故乡的歌曲 别有一番忧愁啊 玉门关 位于中原和西域的交界处 在玉门关与东 现在已经是 桃红柳绿 春色满满了 而在玉门关与西的边城里呢 自己还在忍受着 严寒与思乡的双重打击 感叹春风不渡玉门关 表面上感叹的是 春风不会来驱散边城的严寒 实际上是非常含蓄的 在感叹 朝廷不会派援军来扭转战局 回家 只能遥遥无期了 同为军乐名曲 从军行高唱着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中部环 和宁为百夫掌 盛作艺书生 这样的句子 抒发了将领们冲锋陷阵的豪迈热情 而梁周辞呢 却含蓄的低唱着 枪笛何须燕扬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道出了普通士兵们的真正心声 打仗固然要奋勇杀敌 但是思念家乡 不愿死亡 又何尝不是人之常情 王之焕 只为后人留下了六首诗作 而这首梁周辞 能广受民间歌手 老百姓的喜爱 打败众多诗作流传至今 恐怕就是因为王之焕 最懂老百姓的心吧 梁周辞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燕扬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